那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前面也说到了什么呢 关于这个页面布局 是吧 页面布局的话 我们就是上课说到的什么呢 PEGO布局 是吧 传统布局 那么接着我们今天要开始的什么 DIV加上才是布局的这种学习 是不这样的 那么实际上是我们已经学了一些东西了 那么接着的话 我们要做这种布局的话 先要从哪里开始呢 首先是要 第一点先要学什么 实际上才是盒子模型 实际上才是盒子模型吧 实际上才是盒子模型 实际上才是盒子模型的这个知识 然后还要学这些类型的这些东西 好 我们学会这些东西之后 才能怎么样呢 做这个布局 好 来看一下什么是这个 实际上是盒子模型 实际上是盒子模型的话 那么它实际上是也不神秘 也不是很神秘 它实际上就是一些样式 就是一些新的样式属性 我们接着要学一下新的样式属性 前面我们学的是 关于文本的样式属性的设置 是吧 接着的话我们要学新的 关于盒子的一些样式属性的设置 盒子样式属性的设置 什么是盒子模型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标签 标签比如说DIV标签 或者P标签 或者什么呢 这个H标签 那么我们这个是有时候也叫它什么呢 也叫它原数 也叫它原数 叫做标签也可以叫做原数 那么这个原数的话 我后面就是这里再强调一下 我后面说的原数 也就是说的标签 说的是同一个东西 明白没有 那么原数的话 它在页面上显示的时候 实际上是以一个方块的形式显示的 实际上它是按照一个方块的形式显示的 那么的话 方块的话就类似于一个盒子 其实它盒子模型也不是太形象 盒子是立体的吧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这个方块是一个平面的 是一个平面的 那么大家把它当成一个方块来想象就行了 那么这个方块呢 那么我们就用盒子来比喻 这个方块呢 那么大概的 它显示的大概是这样一个样子 这样一个样子 这样一个方块 比如说这样一个方块 它显示成这样一个方块 这个方块的话 那么它有什么一些属性的 那么这个方块默认的这个方块里面有内容 里面有内容的话是表示它里面的这个content 这是指它里面的内容 那么的话这个方块的话 同时这个方块的话 它有什么呢 它外面有这个边框 边框 一般我们还没有设边框 那么边框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border 就是一个方块的话 还有一个border属性 border属性的话 可以设置这个边框 边框的属性 然后边框和这个内容之间的话 中间有一个什么 内填充 就是说内容距离边框之间的这个空白 我们叫它内填充 内填充的话叫什么呢 叫这个padding padding 比如说顶部的叫paddingtop 左边叫paddingleft 右边叫paddingright 下面叫paddingbutton 这是关于内填充 然后这个边框的话 我们叫border 比如说bordertop就指的是什么呢 顶部的这个边框 然后左边的话是指的 borderleft左边的边框 右边是borderright 底边borderbutton 我说的这些都是指的什么呢 这些样式属性 一些新的样式属性 然后这整个的这个方块 是吧 它距离外面 外面这些地方的话 也有这个距离 那么外面这个距离的话 叫什么 外填充 或者外边距 是吧 比如说外面的 你这边这个距离叫什么呢 markingtop 是吧 你左边这个叫markingleft 右边这个markingright 下面叫markingbutton 是吧 好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 说这个什么核子模型呢 那么说这个模型的 这个原理实际上是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来进行布局用的 是吧 我们把这个方块 想在一个盒子 来帮助我们进行布局用的 是吧 帮助我们怎么摆这个东西 明白没有 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 那么这个叫做核子模型 好 我们来看一下核子模型 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好 首先的话来新建一个页面 然后这个是509 然后这个是核子模型 点html 是吧 好 存一下 核子模型 核子模型 那么用核子模型的话 我们用到的什么标签 用的最多的 实际上就是div 那么我们用div来处理 是吧 那么实际上用这个h标签也行 是吧 比如说h1标签 它也是一个核子 我们用到的什么呢 比如说p标签也行 p标签也可以 我们主力 是吧 例子用的最多的什么 还是div 是吧 我们用div来做这个核子 比如说这个核子 这个div它的内名是box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 是吧 点box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按一个type键 是吧 那么就class的box 是吧 是吧 好 那么 那么开始的话 我们来写这个div 它的什么 核子模型的一些什么呢 属性 是吧 样式属性 实际上就是一些样式属性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么的话 我既然是它的box 它是一个类吧 是吧 写它的类名 是吧 点box吧 点box 看是写它的这个核子模型的一些属性 好 首先的话 这个核子 怎么样 它有宽和高吧 是吧 有宽和高 比如说 我给它的这个box 它的宽是什么呢 宽 假如说给它一个什么呢 给它一个200 是不是这样的 200px 200px 好 然后的话 这个wise就是设置什么 这个核子的宽 明白没有 就设置这个标签它的宽度 它再有的宽度 然后的话 再来设置一下height 什么呢 高度吧 高度就是指的这个标签 它显示成 显示成一个方块的时候 再有的这个高度 高度假设我也给了个200 是吧 200px 好 那么这么设置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设置完之后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是吧 看下效果 这个效果是看不到的 是不是这样的 因为它里面没任何东西吧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么为了很形象的看到这个方块 我们还需要学一个属性 什么属性呢 提前学一下 什么属性呢 就关于背景色的属性 背景色的属性 背景色的属性是什么呢 Background Background Color 这个是什么 设置背景色的 设置背景色的 假设这个背景色的话 我用一个gold 这是什么 金色吧 好 这么设置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box 是吧 来看一下这个DIV 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效果 好 我刷新一下 那么它是不是这样一个方块 是不是画了一个方块出来 这是不是类似于一个盒子 是吧 类似于一个盒子 只不过它是一个平面的 是吧 好 平面的这样一个东西啊 好 好 这样一个盒子的话 那么默认的 这是它的宽和高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盒子的话 我们可以加点样式进去啊 或者加点内容进去啊 比如说这个是盒子 盒子里面的文字啊 文字啊 就加了几个字吧 加了几个字啊 好 或者是把这个字烤过去吧 好 把这几个字烤过去啊 把几个字烤过去的话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这样子的是吧 这样子的吧 这个DIV是这样的啊 放这几个字啊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就是它的宽是200啊 高解释200 这样的一个啊 好 接下来的话 那么盒子的基本的属性是什么 宽和高啊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它里面的其他的一些属性啊 其他一些属性的话 比如说 首先的话 设置最多的怎么样呢 就是盒子有什么 有边框吧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边框是怎么设置的 实际上就是一些什么 新的样式属性吧 新的样式属性啊 好 边框怎么设呢 边框用什么 Border来设 是吧 好 那么Border我们来先试一下 这个盒子的顶部的边框的样式啊 好 顶部的边框怎么设呢 比如说我设这个顶部边框的什么呢 Border是吧 Border啊 Border来一个TOP啊 TOP 假设说BorderTOP的话 就是设置顶部边框 然后顶部边框还有三个属性 比如说先设一个什么呢 Color啊 这是设置顶部边框的什么 颜色 没有 是吧 是不是很多说啊 是吧 BorderTOP Color 是吧 这是顶部边框的颜色啊 假设我就是来一个什么呢 来一个色是吧 黑色的话 我拿一个Black也可以 是吧 Black啊 那么的话也可以 是什么的 用16进制的这种方式来设置 比如说是0号000000 这是不是黑色啊 是吧 刚刚我们讲过的吧 是吧 就没有光嘛 一点光都没有 是不是黑的啊 这是黑色啊 好 那么像这种什么呢 六个数字都可以什么 相同的什么样 这种东西是什么样 可以简写啊 大家记得啊 可以简写啊 颜色的话 我们后面还会强调的啊 可以简写成三个啊 三个 好 这个是表示什么 黑色是吧 顶部边框的什么呢 这个颜色是黑色啊 好 那么接着再来看一下 再设置顶部边框的什么呢 Border Top 给它拿一个什么呢 呃 来个YS 啊 YS这个是设置什么呢 顶部边框的什么 这个宽度是吧 宽度啊 宽度的话 假设我拿一个10px 10像素 是吧 10像素啊 10像素 这是宽度啊 好 再来看一下 再来设置一个Border Top 是吧 再拿一个什么呢 这个室带啊 这个是设置什么呢 顶部边框的这个什么 它这个线的样式 啊 设置可以设置什么 虚线或者实线 或者什么 点线 有没有 啊 那么常用的这个线的话 这个类型的话 实际上就三种啊 那么还有很多的其他的 很花哨的线啊 我们不用去学了啊 那常用的就这么三种啊 常用的 比如说这里面可以什么呢 比如说是实线啊 实线的话就是什么呢 实线啊 实线的话就是solid的 是吧 solid的啊 这是实线啊 然后是虚线啊 虚线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是实线啊 实线是solid的 虚线是什么 这个 dash的 是吧 虚线是吧 好 那还有一个什么 点线啊 就是这三种线比较常用啊 点线啊 点线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daughter的 是吧 ed啊 好 就是三种线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假如说我想设置这个实线的话 我就设置什么呢 solid 是不是可以啊 solid啊 好 好 设置完这几个属性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盒子的 这个顶部的边框 是不是有了 是吧 好 再来刷新一下 是吧 好 刷新 这是不是有个边框啊 是不是有个黑黑的边框出来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顶部的边框 是不是这样的 啊 这是设置顶部的啊 顶部的 就这么设啊 好 那么再来看一下 我设置这个顶部的边框 写了这么啰嗦的三句 是不是这样的 太麻烦了吧 那么如果我其他边 我再设的话怎么样 四个边是不是得什么呢 十二句啊 是不是这样的 啊 这个太啰嗦了 是吧 太啰嗦了 实际上怎么样 我们这三句可以怎么样 合成一句啊 合成一句 那么你合成一句 你为什么要写这三句呢 那么是告诉大家 这个有这种写法啊 那么如果说 我们有时候有个别的写的时候 需要这么写啊 好 这三句合成一句 怎么合呢 这么合啊 直接写 Border Top Border Top 有没有 好 后面写三个属性 这三个属性 分别是这个颜色 然后粗细 然后是线形 是吧 好 这个的话 它的这三个属性 是可以打乱写的 随便写都可以啊 这个是顺序 是无所谓的啊 那么大家的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按照你的风格 统一一个顺序就行了 是吧 好 比如说是这个是 十项数 是吧 这是粗细吧 然后是实现 说你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再次 警号 000 这个是黑色吧 黑色啊 好 这一句的话 就是死嘛 同时设置这三个属性吧 好 那么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把这三句 把它注掉吧 是吧 注掉就行了啊 好 注掉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的话 这一句就相当于什么呢 这三句吧 这就是这三句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是一样的吧 一样的啊 一样的 看到没有 效果是一样的 好 那么 这个时候我们什么 很辛苦的把顶部的边框 做出来了吧 是吧 那么如果说我想做什么呢 左边的边框 怎么写啊 左边的边框 那么就写 Border Left吧 直接这么写就行了 是吧 那么它也有BorderLeft的什么Color BorderLeft的什么Y是吧 我就不用再写了 是吧 BorderLeft的话 我同样的写什么呢 比如说十个像素 是吧 然后是给它拿一个虚线 是不是可以啊 再写的 是吧 然后也可以拿一个黑色 是不是这样的 好 好 那么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来刷新一下 这个是不是右边 是不是有这个虚线的 好 把它放大一下啊 是不是有这个虚线的 是吧 虚线啊 好 这是右边的边框啊 好 左边的边框啊 接着我们来写右边的边框啊 假如说是右边边框怎么写啊 Border Rite吧 BorderRite啊 好 BorderRite讲的我也是十项素 然后是 十项素 然后是给它来个Daughter的 是吧 然后给它拿一个黑色 是吧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它是怎么样呢 刷新一下 那么它是不是点点点的 点点点啊 好 这是它的这个效果啊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底部边框怎么写呢 底部边框啊 好 Border 什么 Botten吧 BotterBotten啊 然后是十项素啊 然后给它来一个实现码 是吧 然后这是警号000啊 好 这个时候是什么 底部边框 是这样的啊 好 底部边框呢 我们来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底部边框了吧 好 底部边框啊 好 这样的话就做了一个什么呢 一个很花哨的盒子吧 一个很花哨的盒子啊 边框设置出来了啊 那么的话 我们的实际开发中怎么样 不会设计 设计这么花哨的盒子吧 是吧 这个是不是什么的啊 就是是不是有点什么 熟悉啊 是吧 这种盒子啊 花点胡哨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一般是不会设计这种盒子的啊 那么一般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四个边进行统一吧 进行统一啊 进行统一的话 那么一般是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是什么 把四个边设计成一样的啊 四个边如果设计成一样的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写呢 实际上可以什么 把这几句什么 给它再合并一下 明白没有 那就再合并一下啊 假如说这四个边都是这什么什么 十像素 十线 然后黑色 是吧 那么怎么合并呢 是吧 直接来个border就可以了吧 是吧 啊 border border的话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同时设置四个边的什么 粗细 线形 以及颜色 明白没有啊 border border的话就来一个什么呢 石像素 solid 是吧 然后是什么 黑色 是这样的啊 黑色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这个时候是不是什么 四个边都一样啊 这个是不是相当来说好看一点的啊 啊 好 这个是关于这个边的设置 是吧 边的设置不不麻烦吗 啊 不难吧 麻烦是有点麻烦是吧 不难是不是啊 就是这个什么呢 就是border是吧 然后写三个属性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边的设置啊 那么这是盒子的第二个属性 就是关于什么呢 首先是框高吧 然后是什么呢 边框啊 边框我们是不是设置出来啦 边框啊 好 那么这是盒子模型的第二些属性啊 我们看一下 这是关于边框啊 边框啊 好 接着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盒子的其他的一些属性 什么属性呢 我们这个盒子怎么样 这里面的文字是不是跟边框是不是挨着的 是不是很挤啊 感觉不舒服啊 是吧 一般我们就是在盒子里面放东西的话 需要怎么样 就是有一点间隙吧 是吧 我们有时候啊 拿正式的例子来说 比如说我们盒子里面 我们用盒子装一个什么瓷器 装一个什么东西的话 它是吗 这是物品和盒子 盒子之间是不是有那个什么泡沫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填充一些东西啊 那么这个填充东西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里面说的什么 padding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adding的设置 padding设置 padding设置的话就是盒子的第三类属性 三类属性 padding padding怎么设呢 比如说我想设置这个文字 设置这个文字距离这个盒子顶部边框的这个距离 那么就设置 那么就设置padding padding什么呢 padding padding 然后顶部的边顶部的这个间距的话是什么呢 padding top padding top 设置顶部的边间距 padding top的话假设说我设置一个什么呢 设置一个20px 是不是可以啊 设置20px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来刷新一下 大家注意了啊 我在家padding的时候这个地方什么呢 会变成20 然后这个盒子大家看一下它会产生什么变化 我刷新一下 这个是不是变成20了是吧 那么这个盒子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变长了 是不是变长了啊 变长之后大家觉得这个盒子的高度是不是200啊 不止了吧 不止200了啊 那么这个地方是个坑是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是 是吧 好 我加padding top的时候这个变长了啊 好 那么同样的 我给它一个padding什么呢 left吧 这个是什么 设置盒子的左边的这个间距吧 盒子的内容啊 内容 离盒子左边边框的间距啊 假如说我给它一个40 是可以啊 好 40px啊 好 40px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再刷新一下这个 啊 刷新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40啊 好 我在刷新的同时 这个盒子是不是整个什么 变宽了呀 变宽的啊 好 变宽之后大家 大家 来想一下 这个是不是200了 不是200了吧 好 我这个地方人家是写200和200 但是盒子真实的尺寸是不是200乘200了 不是的吧 不是的啊 所以说这个200乘200 大家想一下这个到底是哪个地方的200乘200 好 那么接着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左边的这个间距啊 再来一下 比如说再来一个padding 再来一个right 是不是右边的间距啊 右边的间距讲说 我来一个80px 好 80px之后再来看一下 我再来刷新一下这个盒子啊 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啊 刷新 这是不是80啊 那么整体的盒子 是不是大家感觉到好像他就是加了80吧 宽度又加了80 是不是这样的啊 宽度又加80上去了啊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我们把这个盒子怎么样 把他这个文字填满吧 文字填满啊 填满之后才方便观看啊 好 刷新一下 那么文字在这里啊 把这个样式把它 好 刷新一下啊 刷新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是这个地方啊 实际上是这个文字还没有充满啊 下面有一点点间距啊 实际上是文字没充满啊 好 接着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设置底部的这个间距什么设计 那么就是padding什么 padding button吧 padding button 假装我给他一个100吧 100px啊 好 100px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再来刷新一下 是吧 刷新 这个是不是100啊 100啊 这个盒子已经面目全非了吧 完全不是我们刚刚做的那个盒子 是这样的啊 那么它下面相对 又加了100是吧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设置这个盒子的什么 四周的这个padding值是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设置这个padding值的话 实际上怎么样 也什么样呢 也是有一点什么 没有倫义吧 是吧 四周都不一样是吧 四周都不一样啊 好 那么关于这个padding的设置的话 实际上是 这四句的话 我们也可以什么 简写吧 实际上也可以简写啊 怎么简写呢 这四个东西它不一样 是吧 我们可以简写的什么呢 我们在padding后面跟四个值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个padding 写一个padding 然后后面跟四个值 跟四个值 好把它竖掉啊 好 那么你跟四个值的话 第一个值是哪个呢 是吧 怎么写呢 这四个值怎么写呢 那么大家记得啊 是这个顺时针方向 大家记得啊 顺时针方向从顶部开始 然后往右转 然后再转下来 再算到左边 明白没有 是吧 顺时针方向大家记得啊 顺时针方向啊 先从顶部开始 那么是多少 第一个值是多少 二十px吧 好 第二个值是多少 八十吧 记得啊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有个 大家记得啊 一定要 这个地方要清楚啊 从右边开始啊 顺时针嘛 先转到右边去吧 那么这个地方是什么 八十px吧 明白没有 好 再转到下面来是多少 一百吧 大家记得啊 顺时针啊 一百px 好 再转到左边是多少 四十啊 这个时候才是对的啊 好 这个 那么一般我们可以这么写啊 这么写啊 这么写完之后 再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来刷新一下 这个效果是不是一样的啊 啊 效果是一样的 好 这是关于这个padding的这个写法啊 padding的写法啊 好 padding的写法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padding是后面是跟四个值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有没有可能跟三个值啊 可以跟三个值啊 好 来看一下 我写一下啊 那么这个地方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设置什么 设置 设置 设置核子的上边 是吧 上边 然后是右边 啊 这个是分别 分别设置核子的上边 右边 然后是下边 下边 啊 然后是左边 左边 的padding值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啊 这个是啊 好 是这样子啊 好 那么如果说我这个啊 padding值后面跟三个值是什么情况啊 来看一下啊 然后我把这个注掉啊 好 这个我把它拿下来啊 拿来之后如果说我把它怎么样呢 给它拿一个 这个我把这个值去掉 好 那么这个是什么回事呢 只有三个值啊 好的 大家记得啊 如果是三个值的话 那么第一个值是设置什么呢 上面 好 第一个值是设置上面啊 第二个值是什么呢 设置左右 没有没有 就是左边和右边都是八十 没有没有 好 第三个值是设置什么呢 下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 是吧 好 来看一下啊 这则是三个值吧 三个值 大家看一下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看一下 左边是跟右边是不是相等的啊 左边跟右边相等的啊 上面是二十 下面是一百啊 左边和右边是八十 明白没有 这个是关于这个啊 好 这个就是分别设置什么呢 这个是 好 这个是分别设置什么呢 这个 上边啊 左右 然后是下边是吧 的派定值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是关于什么呢 三个值啊 三个值的情况啊 好 这个确实有一点什么 这是这是有一点什么 固动玄虚吧 是吧 好 好像有点卖弄技术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那么接着再卖弄吧 好 怎么卖弄呢 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时候 怎么样 这个后面还可以什么 跟两个值 啊 跟两个值啊 好 跟两个值的时候 是什么情况呢 再看一下啊 好 如果是跟两个值的话啊 跟两个值的情况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什么 第一个是什么 代表上下啊 第二个代表什么 左右 明白没有 第一个上下 第二个左右啊 好 再来看一下 两个值的时候 再来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这是 左右是八十吧 上下是二十吧 是吧 那么大家觉得 这个下面是不是高一点 是因为这个文字 没有填完 明白没有 上下是二十 左右是八十啊 记得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盒子 好 好 那么的话 好 这是什么 两个值吧 两个值的话 就是分别设置什么呢 设置这个 上下和左右啊 好 分别设置上下和左右 分别设置上下和左右的什么派定值吧 派定值啊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一个的 是吧 一个人 如果是一个的话 那么什么意思啊 就是什么 甚至四个边的吧 派定啊 派定 如果是一个的话 讲说是什么呢 二十PX 是不是这样的啊 如果是一个啊 这个地方 问起来 嗯 好 派定啊 好 这也个D 如果是一个值的话 很简单 就是设置四个边的 明白没有 设置四个边的派定值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 那么四个边怎么 都是二十吧 啊 那么这样是不是才好看呢 是吧 四个边统一吧 才好看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派定的设置啊 派定设置 好 那么的话 这是同时设置四个边的啊 同时设置 同时设置四个边的派定值啊 好 那么这是关于派定的设置啊 派定设置的话 就是有一点什么呢 这个几个值有点绕是吧 三个的两个的一个的 然后四个的是吧 四个的话就是按什么 顺时针的方式是吧 来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关于这个盒子的什么呢 第三种设置方法啊 第三种的类型 比如说宽高线设置啊 然后这设置是什么 边框吧 边框完了之后 在设置什么呢 这个padding是吧 就是盒子里面的内容 离盒子的什么 边框之间的距离是吧 好 这是关于盒子的这个啊 好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盒子的最后一个什么呢 盒子的最后一个是关于什么 外边具的设置啊 就是关于market的设置啊 market的话就是指的什么 盒子什么 它的边框啊 盒子的边框距离什么呢 外边的间距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盒子距离外面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浏览器的这个边是吧 这个浏览器离这个边它的距离啊 这个距离啊 那么它的设置方法和什么呢 和padding是一样的 明白没有 和padding的设置方法是一样的啊 好 那么我们把什么 把这些设置值里面的 把padding值换成margin就可以了 明白没有 比如设定顶部的margin值的话 我们就什么 margin top是20啊 比如说左边的话就是margin left 40 是不是这样的啊 右边的话是margin right 好 我们来设一下 比如说我设置这个margin top 是吧 这个是设置顶部啊 margin top啊 假如我给它拿一个100px 好 设置100px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这个盒子怎么 这个距离这个顶部是不是100px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是吧 它是不是距离100啊 距离100啊 这是100 好 那么的话 好 我再设置一下左边的距离啊 左边的距离的话 是比如说margin left 是吧 那么这个是什么 左边的吧 左边假设我也设置一个100px啊 100px啊 那么的话这个时候 我来刷新一下 这个时候是不是 左边是不是100啊 是这样子啊 好 那么大家记得这个平是怎么样 它是设置什么 这个外边的距离 明白没有 外边的距离啊 好 外边的距离 好 这是就是核子距离外这个距离啊 好 那么这个margin的设置方法和什么呢 和我们的这个padin设置方法是一样的 实际上它也可以怎么样 写成什么 margin什么 后面跟几个值吧 是吧 假如说四个值的话就怎么样呢 就是设置什么呢 上面右边下面左边的margin值 明白没有 这个就没必要 但另外讲了啊 跟margin的设置值一样啊 比如说是 嗯 margin假如说是 它的顶部是100px啊 假如说右边是 右边是零啊 好 下面也是零啊 左边是100px 这是不是设置四个值啊 好 四个值之后 那么假如我把这个注掉啊 把这个注掉之后 那么这个和它的效果是不是一样的啊 是吧 这个零的话就表示什么呢 没有啊 没有的话 表示零的话就是什么 单位可以不写啊 单位可以不写啊 你再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是吧 这个是不是一样的啊 一样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盒子的margin的设置值啊 margin的设置啊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 大概是关于这个盒子什么样呢 它的什么 这个啊 盒子模型的一些 整体的一些设置值啊 主要包括几块呢 包括什么 这个盒子的框杆 是吧 盒子的框高 然后盒子的什么 padding 盒子的什么 border是吧 边框 然后是什么 padding值 然后接着是什么呢 margin值吧 是这样的设置啊 好 这是关于盒子的一个 盒子模型的一些基本的 属性的设置啊 好 接下来的话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啊 大家看一下 把这个例子做一下 好吧 那么刚刚我们学了这个盒子模型 然后把这个例子做出来 看一下大家能不能 按照这个尺寸做出来 好吧 好 那么的话 呃 好 这个尺寸的话怎么看呢 啊 尺寸怎么看啊 好 那么这里还有一点啊 我点右键 大家看一下啊 检查啊 点右键检查之后 然后大家把这个 标签放到这个DIV上面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盒子模型的一个 这样一个什么 显示的这个这个盒子模型的这个 这个东西啊 是吧 那么大家这个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200x200吧 看到没有 然后这个地方是20吧 还挺20 看到没有 然后拨的是什么 这个是9.6啊 这个的话是什么 啊 crop升级之后出问题了啊 那么我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按100%显示吧 啊 好 好 再来看一下啊 好 那么可能有人人这个地方是小数啊 比如说不是完整的这个什么呢 呃 十项数啊 有小数 那么这是Chrome浏览器的问题啊 不是你的问题啊 好 这里是不是有一百呀 是吧 一百 那么这是Marking啊 好 那么大家通过这个可以看你这个尺寸啊 好